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记录大约是100万 一个月啊 你看小朋友他自己的危机处理 还处理得蛮好 所以你看他的一些工作伙伴 24小时不眠不休的这样 轮流的这样工作 都完完全全是他自己来调整 第一块觉得油花非常的饱满 跟那个喷汁的感觉 但是第二块整个感觉 都像是一样的入口即化 做这个品牌也是需要 一个专业的经营 还有包含的技术的能源 所以只要人对人 一切都是对的 嗨 各位观众朋友 开板人物今天到台中 很多朋友来台中 如果想逛夜市找小吃 大概都会去一中街 或者逢甲商圈 可是如果你想找个灯光美 气氛家 慢慢吃顿饭的地方 大概来到我现在所在的 这条公益路上 八九不离时准没错 可以找到不一样的美食 好多全国性的菜饮品牌 像是顶王麻辣锅 八十五度C 清井泽锅物 还有赤鬼牛排 都是从台中发迹 他们的第一家店 也就是所谓的 就在公益路上 公益路一段二段 短短七百五十公尺 能够聚集上百家餐厅 甚至在过去十年之间 这里诞生了至少十位 亿万富翁 他们共同的发展模式 就是在公益路发迹 那么同时赚了几桶金之后 再发展到全国 甚至展店到海外 而且还可以发展出 集团里面的子品牌 今天的看板人物 就是十二年前 凭着一个铜锣烧起家 在台中市的超级战区 美食一条街公益路上 发展出七个品牌 本身也挤身亿万俱乐部的 星野餐饮集团 创办人负责人屈生阳 曲董好 好 这里是你的起家厨 小小的起家厨 是星野铜锣烧的起家厨 我们刚刚开始介绍 也是现在整个星野餐饮集团的起家厨 在这边 这个铜锣烧我想观众朋友 并不陌生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你们全家人被吓到的情形是什么 看到那个排队的人 我们当时引进这个铜锣烧 去日本学这个铜锣烧 引进到台湾来 那时候只想说 就像日本的那种小店 小店铺这样 结果也没想到说 突然间爆红了 每天都排队抢购 排了几年 排了差不多三年吧 从这样的一个措手不及的经验起家 你印象深刻还有什么画面 那我觉得这个教育给小孩子很不错 因为他忽然间有这么大的一个量 你看小朋友他自己的那个危机处理 还处理得蛮好的 所以你看他的一些工作伙伴 24小时不眠不休的这样轮流的这样工作 都完完全全是他自己来调整的 这一点我就感觉非常 很感谢那种感觉 父子两代的新野餐饮集团 其实一开始算是无心插流 而是从一个意外的放弃之后转弯 我们马上就继续听这个故事 这一个铜锣烧 现在在短短的这段期间 已经开了四个分店 刚刚提过整个集团有七个品牌 其中多数是非常特别的高端餐饮 一切都从他开始 始终最旺季的时候一个月 你这边要生产多少个 屠萝烧最高的记录大约是一百多万 一个月啊 一个月 然后他没有外销 就是我们台湾人那个时候买的 吃掉的一百多万个 全部都是手作 你大二去学艺嘛 那你那时候在做这个时候 你在做这个时候几岁 你还不到25吧 不到不到 大约20 20 21 所以那时候很有体力 每天可以做个不行就对了 年轻人有啦 你爸有跟你一起做吗 没有 都是我不自己做 就跟其他的事业的就是伙伴们 这样一起打拼这样 做面皮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求稳定啦 就是求稳定啦 就是求稳定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日本学的东西 其实最难的事情就是把最简单的事情做到稳定这样 OK 对 就是因为那边的老师傅就是力求 就是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希望都是要能够 品质都要能够一致这样子 小豪 我们到这边我才发现其实我们铜锣烧 最后还是有很大的手工的工序 对 没错 这个没有办法用机器带了 这个没办法 目前这个还没有办法 是 其实那个时候小豪去拜师学艺的时候 你帮他找到的师傅 他们现在在多摩川面也是叫新野 对 没错 他什么都不会 对 那个时候大二生 但才刚过二十嘛 是 是 你怎么样拜托到这个已经超过半世纪的铜锣烧 老店老师傅愿意接受他 那我们新野老社长 我那时候就是透过朋友介绍让我跟他认识 那我们就聊得蛮就是蛮融洽的 那时候我就邀请了社长跟社长夫人来台湾玩 那他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举先那你就派你所想要派的两位学徒来到日本学习 那很难说服的 因为那个老师 那个我们的社长已经那时候差不多快七十岁了 我觉得一开始人跟人也是这样 因为你无所求的接待他 是 所以很自然 但是小豪他大二生大三 后来跟你说 爸 我不想读大学 这也是晴天霹雳吧 他后面还有个弟弟也到着跟他学 那时候我的想法我只告诉他说 你觉得你认为是对的那你就放手去做 你有这么开明喔 我那时候就跟他这样讲 其实我蛮讶异的 一个晚上我们就讲好 那时候很明白去感觉得到 我自己在念的科系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 念到一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 想法就是要学一个一技之长 我自己也不是很爱读书啊 而且小朋友他给我这种反应我觉得很正常 你印象最深刻就这样子去日本当学徒的一定有很多画面 你跟我们分享给你印象最深的画面 最深的画面喔 应该就是到的第一天我们找到老师傅那边去 那要做很多准备吗 于是我们就在问说那我们今天开始上班 那一刻是让我最深刻 他跟我说三点 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 想说下午三点会不会太晚 他说不是是凌晨三点 所以我们就每天的凌晨差不多两点两点半 就必须就是早餐吃完都准备好就骑驾车 到那个老铺那边去上班 来骑个20分钟的驾车 因为那时候半夜没有电车 所以我们就只能骑驾车 那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 做就对了 真的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然后我觉得做下去 你大概就会知道那个方向在哪边 换上厨师傅 每天一早全云豪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到铜锣烧的中央厨房 查看面皮 豆馅 遵循日本师傅的标准 12年 分毫不能变 面皮绝对是最重要的 所以面皮其实我们一定会去 不断地去试食 因为我们包含了很多 食材的温度都要稍微掌控到 比如夏天有夏天的温度 冬天很有空天的温度 像我们在看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看到 会观察里面的气孔 怕它蓬松的程度 颜色者 手掌般大小的铜锣烧 从外皮到内线全是细节 12年前 群豪大二生大三的暑假 决定休学 直接走入职场 于是一句日文也不会 就到日本苦学半年 把这日式传统的点心 带回台湾 很斩钉截铁地这样跟我说 他想去学 我问他你有想清楚吗 他说我想得很清楚 我说好 你做了所有的决定 你自己要负担 要负起一切的后果 现在如果叫我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 叫我去投资 比如说好比叫我投资我儿子 只是为了三个铜锣烧 然后再做一样的事 我可能真的会很认真地怀疑一下 纯手工的日本铜锣烧 在台中出示提升就一炮而红 一天最多卖出六万个 开店的前四年 就卖掉了三千万个铜锣烧 堆起来相当于2953座台北101大楼 我觉得那是他应该要做的吧 对啊 不要夸奖 不要夸奖吧 你应该的 你总是给他一个事业 总是给他一笔钱好吧 取生娘说他对孩子的教育 只有一个观念 穷养 用匮乏磨砺心心 所以大儿子从当学徒开始 小儿子则是从餐厅扫厕所 到厨余最基层做起 那餐盆上面都会有一些毒语 我们就要把它弄 然后你还做什么 你们两个还做什么 扫厕所 对啊 洗碗 该做都会做 有时候我要从当司机 帮忙送货 那待会 所以我还说我是从空 你们两个都没有抱怨过 会啊 会啊 我们两个私底下抱怨 不会抱怨你啊 不让孩子心里有任何可以 靠爸的依赖感 两个儿子跟基层员工都一样 每个月底薪三万五千块 没有特例 刷卡我不允许小孩子 拥有刷卡 像现在很多小孩子嘛 他都有卡在 那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家是不可以这样的 我对小孩子的要求 就是用穷 穷养 很穷 让他很穷 很穷他都可以做好的话 那才厉害啊 对不对 曲生扬交此的严厉 是因为过去一段惨痛经验 曾经因为高风险投资 造成经营的软体公司 周转不灵 负债七千万 那一关 夫妻俩至今放在心头上 身自警惕 那我以前年轻嘛 就想说赚钱太容易了 所以也就在于信用上 就会比较扩充 就是玩高杆杆 等到尝试这个失败以后 再经过人生这个转捩点 那我继续以前的教训 那时候把小孩子 所有的补习全部都停了 因为补习费很贵 所有的刷卡全部减掉 好不容易翻身后 曲生扬从软体公司 先谨慎投资小型咖啡厅 后来因为铜锣烧大卖 才真正决定进军餐饮市场 十年七个不同跨系的品牌 中式粤菜 美式牛排 义式餐厅 烘焙坊 显示曲生扬对餐饮投入的热情 和决心 曲范 我们就是你看到这边这些 都是比较最近才出的 煤鱼 玉米 大概都是比较好咬的口感 吴宝春的高徒 吴子靖口中的曲霸 是对味觉极度敏锐的老板 除了对食材要求 其他全权交给他自行发挥 看星野集团 每个品牌高阶经理人 平均年龄33岁 曲生扬给足他们空间 让这些不同品牌的主管 各自决策时拥有拍板权利 才能各自开创一片天 那这个白色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秋葵 秋葵籽 然后我就想说 用秋葵的这个 是是是 做成很像鱼鱼 对对 所以他是 陆地上的鱼鱼醬 陆 前乐幕法式餐厅的共同主厨 Jimmy 也在去年进入星野集团 大展身手 目标很明确 他要抽世界五十大餐厅 操刀练兵 找来巴厘岛的世界名厨客座 曲生扬二话不说 全力支持 他是个googgetter 就是如果想要做什么 他就会去做 那反正是我们年轻比较衝动 那他会就是拉着我们以下 然后对你 叫你往后站 你去看 怎么看这个比较大的写照 我们还在创建的时候 我们挑了一张三四千块的椅子 他说你挑这个椅子干什么 您客人家里的椅子都比你还好 那你要嘛就挑一张好一点的椅子 这样他才比较会常来 我也可能为你这个椅子来 总是一身T恤 牛仔裤的取身羊 完全看不见老板架子 他说他已经半退休 机会要交给年轻一代 舍得让众多武林高手们 愿意在他会下 众人习财是取身羊的中心价值 在新野基层职员也有机会当老板 他不只开放员工任股 每年光发红利就高达上千万现金 他提供舞台 让高手们可以尽情挥洒创意 新野有一个铜锣烧起家的传奇 未来还有更多故事可以延续 好 曲董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是到了1月25号就开业满四年的Meet GQ 是 Meet GQ如果大家觉得比较绕口 我们就介绍一个看板的老朋友 邓友逵 邓师傅 Danny 教父界 牛排界的教父 是 对 他是几乎这个就他是这里的顾问 也可以说是他来台中叉旗 你跟他合作的第一个据点 那你跟邓师傅认识的渊源多久了 我跟邓师傅认识大约五年了吧 好 那这个我想替观众问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来算这个进货量 要支撑这样一个 既然我们这个店名是Meet 那一户柜进来几百公斤 所以是怎么个分法 它是用地区分吗 台北多少 台中多少 然后你这边就跟他 对 没有错 就是台北 台中 就是平分一个货柜这样 那你的 也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味纳量的话 你这边的生意运转要非常的流畅 然后非常的好 非常的稳定 是 所以我每次都要准备好几百公斤 是喔 对 好 待会我们会有一个盲室 在盲室这个有点特别 因为我们一般的印象 大概一个餐厅它的采购 行政主厨的决定权非常大 但是你这个集团下面 有七个品牌的话 你的采购是另外部门处理 我们采购部门是独立部门 那他会看主厨需要的是什么 什么材料 什么品质 那交给采购再去 房价 跟厂商房价 厂商房价完了以后 他会找好几家厂商 回来给我们盲室 那我也要参加这个盲室的一个测试 因为在这个它的产地跟价格 全部都是密封的 对 那我们会试它的品质 再决定要向哪一家厂商购买 那因为您的餐饮是七个不同品牌 然后其中很多高端餐饮 风味不同一家家开 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采取一个相对的捷径 你就顺着行政主厨的人脉 然后去采购 或许这个对你来说 比较节省时间 我觉得这样的管理上可能问题会比较多 人的问题会比较多 还是要有一个制度面 这个制度面就是 我要这个品质的东西 我来自不同的厂商 所以我们盲室也不让它知道 是哪一个厂商所提供的 那这样比较不会有 中间有一些问题产生 权力的平衡 专业的平衡 在集团面税管理的智慧 那待会我们再切的时候 当然跟我们吃的牛排是不太一样 这个牛排它有它的进货价 但是当我们吃到的时候 官员会说 为什么每一颗都这么贵呢 是因为它的耗损会在哪些部分 它的耗损是会在 这个油花的部分 太油的部分都要处理掉 所以相对的会处理掉 百分之三 四十掉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个成本的概念 你就会知道单位的这个进货价 端到盘子上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 那是不一样的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 从牛排开始忙试 闻起来一样香 我们要感谢周师傅 也谢谢经理Modi 非常有经验的牛排之人 好 屈总 那我们是从哪里开始试 我们先从A开始好了 好 那大家一起咯 来 你那边一下 过来 外观跟香味真的是很难分辨 放到口里看看 那接下来来试试看B肉 两块肉差很多 对 这块的油脂感要更迷钱了 国家只有两个 但是三种不同的肉 好 那请三位帮我们选出 你们心目当中 这三块如果只能选择一个 你们会选择谁 选择B B 有志一同 那我只好跟着说真的 我也是选择B 好 我来看一下B的地点 来 许总帮我们揭晓 产地是宫崎和牛 纽约客2017热腾腾 对 新开放进口的和牛 好 那接下来我请周师傅 跟许总帮我再揭晓这两个产地 好不好 好 那我们 好 只要撕上面就好了 这个是澳洲冷藏和牛 沙朗 你是 路尔岛 冷藏和牛 纽约客 那请Modi好不好 跟海内外观众说明一下 是 你刚刚有一种表情 就是原来如此的表情 为什么宫崎和牛 会成为你们三位的第一首选 首先宫崎和牛 它是在去年日本的和牛大赏 拿到了全国性的冠军 全国 第一名 对 没错 虽然大家对这个宫崎和牛的产地 比较陌生一点 不像神户 或者是松阪那些 不过它的肉质上 我们在三块当中吃起来 当然第一块路尔岛 我们已经很惊艳了 但是第二块 我们还是更明显地感觉到 第一块觉得油花非常的饱满 跟那个喷汁的感觉 但是第二块 整个感觉在像在吃奶油一样 入口即化 是 周师傅呢 处理这样油脂这么丰富 这么细腻的和牛肉 要特别注意哪些 要注意它的熟度跟温度 因为它的温度要在一定的范围 在四十至五十度的时候 它的油脂才会炸开来 会有那种炸开来的感觉 可是如果低于这个温度 还是熟度不够的话 它会能吃到那种 生的肥肉的感觉 那会有点油腻感 所以这是我们说 插之好礼 师之千里 所以每一环都是达人 跟职人的讲究 好 这一波的忙是 没有旗舰 就是它 居董 这宇悦楼的餐厅 我现在教的数字啦 就是总共花了超过三亿 台币三亿五千左右 对 之前的设定 差不多大约是八千万 结果为了理想 一直追加预算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些 红星档灯嘛 这里有五百八十二盏 每一盏大约价格是两万多块 那这面墙是我们台中的 一个代表的一个 地区的一个泥土 是红泥 它高度有七米多 所以是用人工下去 慢慢慢慢地把它扶上去的 那我还要请观众朋友 算个简单的算术 就这把椅子嘛 是 这个屈董不想讲钱啦 那你跟我说这把椅子 在这个餐厅里面 就用作一般的餐厅座椅 有几张 六百六十张 好 六百六十张 你广告时候再算 一张大概台币 我们算一万块 所以这三亿五千万的餐厅 是这么来的 但是我想 价钱跟价值 其实是这个价值 就是说你自己 想要一个什么样 中台湾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环境 我是一直觉得说 因为现在工商社会嘛 大家都很忙 我那时候的理想是想提供一个 就像一个森林一样的 一个用餐的环境 对 那时候的诉求是这样 怎么营造 但是我们往前看 这个是屏风 是门吗 这个门蛮特别的 这个门是一个铁锈门 所以它重打有差不多一顿 对 我这样子看它是三字形 是这样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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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牢固的门 但整个拉开之后 它有点像个 像一个字 像一个人 人 从一个铜锣商 然后做到七个品牌 成为一个餐饮的 不只是集团 就是一大片天 人这件事情 对您的整个事业生涯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从我创业开始 第一个我就碰到 人生第一个贵人 也是人 那么做这个品牌 也是需要人 比如专业的经理人 还有包含了技术的人员 所以只要人对的 一切都是对的 人要是不对 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不过这个哲理理念 就人对了事情 就对了一大半 可以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我一路走来就是诚信 所以我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别人也会去探听说 这个人 这个老板到底是不是 一个很好可以跟随的老板 所以就是用这种理念 去感化很多很多 跟我现在生意上伙伴的 一些得力的助手 他的猪肝跟一般做出来的猪肝不太一样 有的猪肝就是吃起来太硬 他的猪肝的柔软度刚好 也就是适当 他吃起来那个味道就 就感觉回味无穷这样 现在走了三天 太厉害了 觀眾朋友您不知道在我身邊這位廚神 許文光 許主廚 其實來台灣30年了 對 30年了 那你在台灣這30年 經歷了跟大家大概的讓我們更了解一下 就是從香港過來 就一路走到現在 差不多有兩個老闆 最前面我跟蔡老闆是16年了 再來就轉到這邊來 現在跟我們去老闆 許先生是非常重情重義的一位神廚 他跟著蔡晨陽先生16年 然後蔡晨陽先生不幸 在幾年前元月促世之後 他才點頭答應 在蔡先生在世的時候 你那時候就跟著他 從韓社到韓社艾美 那個時候其實曲老闆就曾經 我們說不管怎麼樣像三顧茅庐請你 沒有啦 就當初他 我跟蔡老闆過來有一次他過來試菜 吃完吃菜 吃完就請我進去 就是跟我講說 我們台中有希望開一個中餐 你要不要過來幫我 我當時都是 就是毫不想 就是都過來 就是慢慢慢慢 就是他都過來吃我的菜 這樣變成熟朋友了 我想到你跟蔡先生 我會想到人家講一個很美的比喻 千里馬跟伯樂 蔡先生對吃非常挑 我們在看板人物 拍過蔡先生的時候 那個鏡頭旁邊竟然就是我們的師傅 我們來講老闆的風格不用比較 但蔡先生在世的時候 您跟著他16年 你覺得你從他身上學到最多的 不管是餐飲或為人 一直到他走了 你才願意離開 在他身上我可以學到 就是說每做一間菜 每做一個菜怎樣 我們從材料方面去選擇 怎麼把它做好 味道做好 每一個細節我們都會做到 就是做到比較更好 在這方面我就跟他16年 在餐飲方面真的很謝謝他 在這一段就把我帶起來 整個餐廳工作人員多少 這裡 這裡餐廳工作人員大約在150的 在這裡我當然知道 我們做這裡的靈魂是雪原光師傅 不是我們的主廚 幾年三過茅廬 你為什麼一併要許文光不可 在差不多四年前吧 四年前我到台北 到韓式艾美用餐 那時候我吃到許師傅所做的菜 他的豬肝跟一般做出來的豬肝不太一樣 有的豬肝就是吃起來太硬 他的豬肝的柔軟度剛好也就是適當 吃起來那個味道就就感覺回味無窮這樣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直想要找許師傅下來幫我 那時候漁業樓還沒幹 還沒幹 他沒有電腦 他覺得 他覺得我不能這樣就下來幫我這樣 他覺得他跟他的老老闆有一段情這樣 他的廚藝是沒有畫這樣 在性格上面你更渴望跟他合作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他的品德 品德比技術還重要 因為他的品德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們先當朋友 你半夜發過簡訊給他 聊一下吧 我曾經差不多在半夜一點多 發過LINE給許師傅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情緒 沒有 沒有 我就是跟他講說 宇悅樓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阿拉卡的餐廳 那需要一個很有經驗的民族來掌舵 所以那時候我就半夜發了LINE給他 拜託他 再考慮下來幫我 就那一次說服他了 就是那一次說服他了 半夜簡訊 對 是半夜 你一讀罪滿大大 如果他那天很累 好不容易睡著了 對 應該就是那個簡訊讓他再也不理你了 把你屏蔽的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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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也本身喜歡運動 我也喜歡運動 所以兩個 我們兩個也曾經出過國考過茶 所以彼此雙方知道雙方的個性 我也知道他睡著了 我也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提起這個勇氣 再傳一個LINE給他這樣 您剛提到誠信 不管在人生或事業上 我相信你有很多知音般的好朋友 請問交朋友的秘訣是甚麼 可長可久 先懂得吃虧嗎 先懂得吃虧 這就是我人生的哲學 就是你交朋友如果你把甚麼東西都 利益都放在最前面的時候 那你想你跟這個朋友會深交嗎 那如果你交朋友你都是對這個朋友 你都是把吃虧當成就是占便宜的話 撕鼻壽還是比較幸福的 那我是用這種真誠去感化我 去讓我的朋友能感受到我的真誠 這是我的做人的道理 開始就提到相信專業 那我從一個反面男來問 您可不可以舉一個甚麼樣的例子 當行政主廚跟老闆在相處的時候 對於這一點共同的裡面看法或價值 應該要到一個甚麼程度 您舉任何的小故事 譬如好像王立基 我們就去做這個基 他找一個機會過來 就交給我們 你去試試看這個雞肉好不好 然後我們去料理 料理之後發現他 原來是跟別的雞不一樣 他燉了之後他的皮 因為養的時間比較長 養了九個月 九個月他的肉跟皮都很加實 燉出來咬下去有口氣 那麼當初我們就來要想到 哇九個雞就是老雞啦 變得好吃啊 怎樣 那麼經過了之後 但是要好吃 但是就是個價錢貴 那麼我就跟他相量說 這個東西好吃 但是他的成本貴 他一句話嘛 好的東西一定是會貴 但是我們不要占太多 我們要做一樣東西跟人家不一樣 那麼這方面他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就是說放心去嘗試 放心去用好的東西給客人 你餐飲的影響力很大 謝謝許醫師傅也祝福你 謝謝 離開台中市區開往南投入谷 新野集團的老闆曲生陽 帶著鏡頭探索一個秘密餐廳 只在他的口袋名單裡 來吃這個最原始的古早味 這個就是用那個我們炭火有沒有 溫火去燜燒的煮的地瓜飯 我們古早味啊 古早爐灶燒著紅通通的炭火 滾燙的大谷冬筍湯 是今年入冬的第一批冬筍 牽引著專門在全世界找美食的 取生陽夫妻 每年聞香而來 吃飯囉 第一批 今年第一批 怎麼樣 這手批冬筍怎麼樣 第一批冬筍一定是很小 比較小 對 就是一口一口的 主角冬筍湯還搭配一整桌的野菜燕 角白筍和地瓜都只簡單吹煮 吃原味 平凡樸實的真食物 是這位掌管七個餐飲品牌的董座 心裡最實在的美味 朋友口中的取懂 很愛吃 很會吃 也很懂吃 古時候的人吃的原味 原汁原味 剛開始進入餐飲業 跟現在都是一樣的 非常講究時潮 我們在台中看很多餐廳 看它起來 但是也看它下去 所以我剛才講的那個 不是說做得好而已 而且你要常常有變化 你做餐飲這個東西 你若不是真的到位的話 大概有時候一開始一個 一個熱度過了 就會下去了 對食材的要求 曲森陽他自己都說 已經到了偏執的程度 進口的芥蘭菜他怕農藥難除 乾脆想辦法自己找農民起作 這個市價一公斤大約在150到200之間 這廣東芥蘭 那一般台灣很少人種植 大部分都是從中國或者泰國過來的 有決定自己種 因為我覺得比較有保障 自己把關啦 自己種自己把關 食安才不會出問題 南投山區近三公頃的農地 是曲森陽旗下餐廳的私房菜園之一 他還在親近山上放養了雞群 只是這雞肉送到前韓社愛美行政主廚的 許文光手裡 一度成了很難處理的燙手山雞 他拉給我吃 我說 哇 養了九個月 九個月會不會很老啊 皮膚都 皮都硬到要命 我說 可以嗎 他說 你像是我啦 他就拿一隻 因為這三公斤多的雞給我 還公斤 跟在蔡成陽身邊 長韓社食譜近20年的名廚許文光 試著料理著養了好久的山雞 他自釀黑蒜頭 用擅長的廣東煲湯手法熬煮雞湯 還真的大受台中韜客好評 它45分鐘 肉還QQ 皮很Q 肉很嫩 你很意外 很意外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好像跟一般的肉雞不太一樣 這個皮好Q喔 也就是取生羊的嘴垢雕和敢創新 讓許文光當初點頭願意南下 到這間漁業樓作證的原因 所以我們在那個蘸汁的部分 我們酒水各半 加一點點鹽巴提味就好 我們學不完的 不是 我們在討論 討論 討論 不少名廚都心服口服 願意到他旗下與他合作 台灣美食牛排的扛把子 牛排教父鄧友葵 也是在跟取生羊聊了一晚後 就決定首度離開台北 開第一間店 你沒有買到好的牛排 你沒有辦法做出好的品質 但是這一塊就需要幾千的支持 三年前開幕的Meet GQ Steak 在台中餐飲圈帶來幾大關注 曲生羊當時大膽投資 豪砸2000萬的廚房 烤箱 設備 至今依舊走在牛排同業的投資前沿 做了就要到位的氣魄 是他帶領新演十年 開出七個不同品牌的關鍵 所以他是都從最好的開始做起 所以他就不一樣了 在台中能有像幾千這麼氣魄的人 你應該找不到第二個 不敢他 不敢他 比如說好的師傅 好的管理者 都來跟你 那就看老闆的心態 你給他很好 他為什麼還要去創業 他根本不用創業 他跟著你一起打拼就好了 明廚加持 讓新野集團在淘汰快速 要求CP值高的台中餐飲市場 拼出一片江山 曲生羊對食材堅持 知人善任 願意投資未來前景的大起 讓中西明廚甘願與他共同打拼 從一個銅鑼燒 牽引出一片繽紛燦爛的 新野餐飲新天地 就有很多人看成功的人 特別是累積財富成功的人 都會覺得說他一定有我沒有的 天時地利人和 貴人時運好機會 對 但是我要告訴觀眾朋友 其實曲董呢 他幸好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人生的大概比較早的階段 跌過交 付過債 對 所以後來你不會追求 有無限多的財富 對 因為就是年輕嘛 年輕曾經成功過 也曾經嘗試過示範 那後來就是投資了股市了 那你也知道在民國78年 79年的時候 股市大崩盤嘛 就上半年之後後來 對…那時候我又融資嘛 對啊 那你融資的話 你心很大耶 當然…這個就是講出來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沒有做好很好的理財 所以又玩高槓桿 所以造成了大量的負債 所以我…後來我就不再碰… 不再投資這種有關於槓桿的投資 我都不再碰 曾打碎這麼多年來 其實你並不… 對 所以我對小孩子的教育就是… 要求他們自己要懂得理財 所以對小孩子我是非常嚴格 對員工我也是非常嚴格 我也是要求員工 不要有投資的行為 這樣是對自己是不好的 你覺得人生在比較早的這個階段 疊這個交 他後來對於你跟你太太 一路的啟發是什麼 而且甚至因此你才進入了餐飲 這個行業 我覺得… 老天爺明明之中就安排說 哎呀 你就是年輕嘛 讓你成功了 但是你這個小孩子 好像不知天高地厚啊 對不對 那…所以我再給你一個教訓嘛 再讓你從頭來嘛 那我覺得這個很好 他是在我年輕的時候 給我這一個教訓 那反而我現在更懂得珍惜 我這所有的一切 得來的一切 這好大 幾個位子 這個可以做到28人 好啦 講話需要擴映一下 五米多 這個 居然你每個月月分紅 是 百分之十五 提不到百分之十五 做員工的分紅 這個多久了 這個我們至少有六年了 那就是你第一個餐廳的時候 你就這麼做了 對… 你那時候有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比如說你要挽留誰要走啊 或什麼 所以讓你做出這個 沒有沒有 固定月月分紅的決定 我們最主要定這個規則 不是說誰要走的問題 這不是危機處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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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我希望說企業家跟員工 本來就是生命共同體 就是共同來享受這個福利 這樣才是比較好的一個策略這樣 那你固定月提波的話 如果我們再算上年終 就是我們在未稅前 我可不可以問你的員工 你大概是多少比例啊 全部是做員工做的 大概是在我們如果連月獎金 跟年終獎金的話 子宮福利這樣算下來 大約在22到25%之間 就等於說我賺100塊 有25塊要給員工當獎金 是 是 是 當你決定這麼做了這麼多年之後 你感覺到的 當然員工是開心啦 我就是講細一點 這個循環出來的一個氛圍是什麼 我覺得他給我的感覺 員工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自己的家人一樣 就是說你用這麼好的一個制度 給他們的時候 反而我們人才會留得下來 因為你知道嗎 如果說員工離子力很高的話 相對的企業的成本會增加 所以我們當時就率先先用這個制度 曲董聊了一整天 我真的感覺就像我們現在 在這個環境一樣 萬丈高樓平地起 你生命當中遇到什麼樣的貴人 讓你莫齒難忘 所以你才說你今天也想 在你的事業體裡面 扮演員工的生命貴人 我在我剛退伍的時候 民國差不多76年 那77年的時候 在一個機會我碰到一個董事長 那這個董事長也剛好是台灣的 SEGA的總代理 那他把這個遊戲機 SEGA的零件 零組件交給我來生產 那那時候我跟... 你有資金嗎 那時候我... 我剛退伍 所以年輕人我根本沒有資金 你家裡環境是怎麼樣 家裡環境就是一般般的家庭 那因為外産子弟也沒有背景 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這個老闆他對我很好 我那時候他因為要製造這些機器 我需要大約三四千萬 七十幾年三四千萬 對我一個年輕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金額 很大77年台灣股市還沒上萬點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在那個氛圍下嘛 差不多 那你哪來錢 他下單給你 你也沒有辦法背料 結果他就... 我跟他講我沒有錢 結果他對我的信任 他就借我三千多萬 那時候三千多萬 對 我來說 價值很大 很大很大 那我這輩子 第一桶金就是這個貴人 來幫我的 所以我立志 我立志我一定要 也要當別人的貴人 所以我公司的一些幹部啦 一些員工 基層員工 都跟我一路打拼來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正想要做的就是 要當他們的貴人 讓他們來投資公司 也讓公司投資他們 所以公司 從來沒有想要上市上櫃 讓我們來挑戰這個 我答的是最多人猜不到的 這是... 七分辣毒嗎 我猜到的是這個花可以吃 它是用一個模子去炸 炸出來讓它有這個模型 好 好 觀眾朋友 現在要來測一下你的智力了 今天這些所有的創意設計 都是來自Jimmy 林田耀 我們的行政主廚 然后为我们示范的同时也是Max 我迫不及待想知道 这个看起来像是榨物的 其实不是榨物 这是沙爹 新加坡的沙爹 好 可是如果是沙爹的话 但是它里面让观众猜不到的部分 究竟是什么 里面是耳干 那我的最底层 我是用了鸡皮去做一个支撑 所以你可以拿起来 它是一个小点 那上面的沙爹的那个烟料 我把它做成冰淇淋 对 所以它是冰的 它是冰的吃法 跟颠覆了原本我们吃沙爹的热的 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冰 我刚刚已经有一点那个 觉得有点落沙的感觉 这是完全不是你自己想的 你这原创多久了 这个 我们大概 这是我们第二个版本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挑战这个 我打赌是最多人猜不到的 这是 七分蜡烛吗 对 这是猪油蜡烛 猪油蜡烛 对 那Jimmy帮我们示范一下好吗 点了以后这个蜡油滴下来 对 所以意思是这个都是猪油 对 这些都是猪油 那现在我们淋上的是陈醋跟日本的白酱油 那它有点像白酱油的用柱对的感觉 对的感觉 对的感觉 所以这个辣油是真的可以沾的吗 是 可以沾的 所以这不只是许愿蜡烛 那接下来呢 最后的这个 它是我们那边过年的时候 吃的一个小吃 它叫做玫瑰果 可是它是一个甜食 那我猜到的是这个花可以吃 它这整个东西是可以 它的玫瑰果是因为这个造型 它是用一个模子去炸 炸出来然后它有这个模型 那黄色的点点你看到的是 是用香茅黄浆去做的 没有错 我们的股价整个都是新加坡 Jimmy 林田耀 把新加坡变成不一样的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的DNA 就是它的DNA都在里面 你猜到了吗 谢谢 谢谢你们 作为我们的看板人物 感谢也永远你们的餐饮集团 每个品牌都是台湾的亮点看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加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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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